现在是一大早 然后因为我男朋友周末呢 要去参加他朋友的婚礼 所以呢 昨天在网络上面填了一个表格 就是填姓名、生日、地址、健保卡等等的 然后呢 上午11点钟点的 中午12点就用医师的电话来 问说就是有没有症状啊 有没有出镜啊 那我当然都是说没有嘛 那但是中午有个小型的婚礼 所以就希望每个人去的时候都 去之前都去做检测 之后呢就是会有给我一个特别号码 那他就是70小时内会有效的一个 可以走快速通道的一个号码 所以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不用就是排队 就是可以直接走那一条快速的FAST TRACK LINK 然后人超多的 这边是我们的队 结果也是非常的长 那这个很早上的9点半 然后我想说来登录一下我网络上的portal 来看我昨天的结果出来了没有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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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耶 现在 嗯 还没有过24小时 那他们是说如果我们检测是positive的话 他们会打电话给我 昨天我问他 他说 嗯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呢 只能检测出现在有没有这个病毒 因为他做的只有是swap 他没有抽血 所以目前 嗯 多很多这边没有办法给大家都做那种血清或是抗体检测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我有没有得过 然后我有没有抗体 就只能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而已 那这都是 嗯 这样子一个update 那我之后如果结果出来了 再跟你们 再跟你们报告 刚刚吃早餐到浴板 然后看到我手机有一封email 说我的 嗯 结果出来了 我现在登录看一下 ok covid-19 virus is not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ok 所以我的结果是阴性 说真的其实我还没有特别惊讶啦 因为 毕竟就是 也没有什么症状 嗯 做了检测到结果出来差不多就是过了 48个小时 嗯 比我之前听到 我有朋友做 他们是不到一天就出来了 可能最近就是 越来越多人的去做检测 所以呢 他们就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的一个一个process 嗯 ok 所以这样子我男朋友 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去参加他的婚礼了 这双帅一点 可是这双我很喜欢这个 有点淡米黄色 很好看 怎么办两双都很好看 我觉得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这双整体看起来脚没有那么的笨重 然后这双因为他整个型的关系 就这边比较圆啊 然后 这边没有这个斜度上来 他就直直的上来 就脚看起来会稍微比较笨重一点 然后加上他 底没有这双那么的高 哇 你指甲好长啊 ok 晚安 早安 我今天呢放假 所以原本想要就是睡晚一点 结果大概到了六点多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睡睡醒醒 那到了八点我就觉得算了 就爬起来 然后泡了杯咖啡 今天中午要跟朋友先去吃早午餐 然后吃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运动 很兴奋 我终于可以去健身房运动了 健身房其实大概已经开了一个多月左右了 但是我就是观望了一下嘛 然后呢 就这周决定回去 化妆水用的是香奈乐的 山茶花保湿系列 今天早上起来觉得脸蛮干的 我今天没有特别要化妆 但是日常的保养跟防晒还是要做一下 我发现整天在家呆啊 很容易早上起来的时候 忘记做保养 然后所以我这段Working from home的时间 是大半年 我的肤况比我之前天天上妆 还要不好 所以我最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说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不能忘记早上起来做保养 那我精华用的是兰蔻小黑冰 它第一管挤出来 是这样子的 我大概用量就是一次的提醒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 还蛮水润流动性很好的 那我之前使用过很多罐小黑瓶啊 那之前肤况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诉求主要就是 嗯 肌肤变得比较水润 然后 比较透亮这样子 因为我一阵子没有把小黑瓶加入保养的程序 那最近会开始又用小黑瓶呢 我其实是因为 嗯 就经常戴着口罩 然后加上之前可能天气比较闷热吧 我下巴长了非常多小粉刺跟痘痘 然后我一直去 抠一直去挤它 小黑瓶有帮助我的肌肤油水平衡 然后就新的痘痘没有冒出来 然后旧的已经长出来的 就是有稍微消的比较快 那我现在持续用了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我下巴 其实状况已经变得蛮好的 它摸起来也是都是平滑的 那现在就是要等这几个 就是颜色比较深 色素沉淀的痘疤呢 满满的推掉 再来呢 用的也是兰蔻的 大眼冰珠 早上起来眼睛都会比较泡 我觉得 用这一个呢 第一个 用起来很醒 然后也会帮助眼部消水肿 现在进入late twenties 然后皮肤又特别是干性 眼周部保养的话 真的很容易就是卡粉底液 跟脚细温 从小冰箱拿出来 特别的冰 小冰箱我换了个位置放 然后 因为我的化妆桌 跟我的电脑桌 是同个桌子 所以上面东西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我不能在把小冰箱摆在那里 所以我今天就是坐在地上来跟你们拍 我的早上的包容程序 然后接着呢 后面要用的乳霜 一样也是香奈儿的山茶花保湿系列 这个保湿霜里面呢 它有那种 类似金球的 然后上眼之后它就会很自然的化开 现在上完防晒之后呢 今天出门的准备就算完成了 然后 我等一下 要出门前先浇个花 然后看看还能做点什么 我觉得要等到 中午才能吃饭 好饿喔 太早起床就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 大学的时候啊 中午跟朋友约去吃早午餐 然后常常都是起不来 结果呢 现在是 反而是等不 等不及要吃 好了 尾尔吗 厅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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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众筒手和众似的 夏天 今天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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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同行多的同学 村寻有中小学生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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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長這樣 我們要去森林的小步道散步 他們都穿得像小仙女 哇 這是很棒的那個耶 很棒的鍋子耶 它不是Lokset 但是它就是基本上同一個等級的 就到了之後都在看鍋子 今天的OOTD 準備要出門吃晚餐 好久沒有背這個包了 就會跟今天衣服挺大的 這個吧 新馬豐富 今天特別想要吃Loksa 所以找了一家馬來西亞餐廳 可能會點沙爹 我還蠻喜歡吃那種雞肉沙爹串的 超喜歡仙草的 去哪裡都要點 這是馬來西亞的Megoran一種炒麵 然後新加坡Loksa 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食物 大份啊 你看這是我的手跟這個菜 原本只是希望食物可以一起來 只是現在只來了兩道 有點猶豫要不要先開始吃了 第一格要先來試吃的是Megoran 你們覺得這看起來正宗嗎 對 對 對 這很難買一隻 有一點點辣辣的好吃 我們的菜都上洗了 這個是印度的Roti 然後剛剛有介紹過的兩道菜 然後還有我們的沙爹 一般的是花生醬 很有椰香味的一個花生醬 就很好吃 我之前吃的都是比較單純的辣花生醬的感覺 這個也想很重 這種抓餅 我超喜歡這種 超喜歡澱粉 這種超喜歡 牛肉是這種 牛腩還是牛肚肉 然後裡面呢就是有雞肉片 然後這種有豆腐塊 然後 還有 蝦子 這是我目前能看到 可能還有一點魚板吧 這種 還有就是一定有豆腰 我覺得Loksa 這家 好像做的比較還好一點 就是跟其他剛剛朋友的菜比起來 我覺得這個味道沒有那麼的 真的很好厚 很奶香的感覺 就沒有像剛剛咖哩 吃起來那麼驚豔 我每樣都吃了幾口 然後 然後 然後有點飽了 我今天 食慾很足 但是食量不行 還剩下了這麼多 加油 你要多吃一點 加油 我覺得馬來西亞食物的辣度是很剛好的 就是 不會讓我覺得太辣 就是可以一直吃 然後不用一直喝水那種辣度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只是呢 我的嘴唇有點 因為辣的關係中餐 回到車上了 已經太飽了 我們 都沒有吃到全部的一般 然後 所以我們全部打包帶走 那就明天當中餐 可能晚餐 然後現在呢 他居然說他還要去買珍奶 在哪兒呢 你知道誰要去買珍奶茶嗎 叫你去買珍奶茶 對 好 好 OK我們認真來到一個超奇怪的共茶的地點 是在人家就是大樓跟大樓的中庭的裡面 有一家 有一家店 超奇怪的 我覺得 而且這邊也不太能停車 所以他就趕快下去買一買 他的檸檬綠 然後帶在車裡 早安 欸不對現在已經其實中午了 早上起來 其實沒特別做什麼 我現在要來上個氣墊 這是雅詩蘭黛的Double Wear Soft Glow Matte 他一個氣墊粉餅長這樣 我今天就想來試試看他 好不好用 想說 不能整支voi 都是素顏的一直跟你們見面 其實就是主要想要遮一下 我的黑眼圈 我今天黑眼圈比較嚴重 我昨天好像沒有睡得很好 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是做噩夢驚醒 我忘記了 已經過了有點太久 就是很不恐怖的那種 但是又會讓我就是感到很緊張 你知道大家都說 不要跟別人講點噩夢 因為沒有人想知道 所以呢 我就不再講噩夢了 現在先稍微拍一下 這個氣墊的感覺呢 我覺得他遮瑕度很好 但是絕對不是那種 自然妝感的 就是有點粉感 我這邊拍的比較多 這邊拍的比較少 這邊比較多的就 在 這些小肉芽 小粉刺的地方 會稍稍明顯一點 好 那我現在呢 呃 我今天想要烤一隻船雞 來當我的中餐跟晚餐 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那首先呢 我要先去我的陽台 Harvest with Rosemary 就是把我的米臉箱摘起來 因為我今天想要做的是米臉箱烤雞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segment of my cooking show 這個全雞呢 有1.23公斤 差不多就是在3磅內 所以算是一隻小一點的雞 然後這隻雞 我是在 Whole Foods 買的 嗯 沒有就是吸打抗生素的雞 我現在要準備一些鹽雞 但是在那之前我現在要預熱烤箱 烤箱 大概 350度 那調料我應該就是簡單的用蒜 然後胡椒鹽在表面上 然後呢 主要還是米臉箱的香味 我雞 我覺得有點血水 我可能先把它用Paper towel弄乾之後 我再來 呃 我要醃製我的雞 我其實真的非常怕碰生的雞肉 我就是有點 在這方面好像有點潔癖 我的那個流理台 我剛剛我已經有消毒過了 所以可以不用擔心我直接在上面 好像雞都擦乾了之後呢 我要先來抹鹽 買了一個smokey的 就是那種有焦焦香味的鹽 然後它是這種粗鹽 我打算把蒜就直接塞到它肚子裡面 剛剛鍋子有稍微先熱一下 我現在要先把雞放進去 我想要就先稍微乾煎 讓它表皮就是比較酥 然後再進去烤 可以的 你可以進去 加一點胡椒 現在在乾煎的雞 我覺得它在雞皮上的油應該夠 所以我就還沒有再加油 如果等一下開始黏過的話 我再看有沒有加油 我就覺得應該是不會 在煎的同時我肚子剛剛咕嚕大叫了一下 好餓喔 我可能等一下把雞放進烤箱裡之後 先弄一點別的東西吃 我這次的雞比較小 所以我就先定一個小時十五分鐘 因為我上一次是烤一個小時半 可是我記得我上次烤的雞 比較大一點 所以就先一個小時十五分鐘看看 因為我不想要雞烤太老 OK 我突然想起來我噩夢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肚子很餓 我的噩夢是 我排隊排了很久買便當 結果買不到 現在要來吃我的杏仁果 我決定來備份我這一天想要吃的蔬菜 我買了個菠菜跟這種韓國的黃豆芽 那我想說就用韓式那種方法 就是把這些煮熟之後 然後拌一點麻油跟鹽跟胡椒 韓國超市買的菠菜 它會特別多泥土 這是在Trener Joes買的一個 蔬菜跟水果洗洗眼鏡 然後它是說它可以很有效的 就是除去那種殺蟲劑啊 跟一些就是化學物質 我不知道真的有沒有用啦 反正就是洗心安的 哼 我現在要來拌我的豆芽菜跟菠菜 菠菜剛剛 那我們帶一把 現在只剩這樣 我還是滴水 我還沒有滴乾 等一下再滴一下 我先來弄我的豆芽 今天做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都是 綿花和胡椒 變成的 所以吃什麼 這麼變成的 你 吃之後 她就說整個 大小的時候 你覺得這夠 是嗎 我真的 我剛剛去散步回來 然後我現在在煮這種義大利的Ravioli 就是類似餃子的東西 然後配上中午的雞肉 其實就是隨便吃 義大利還是一下什麼就拿出來吃了 那我要配的是這種義大利的清醬 剛洗完澡 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常常睡覺 欸不要躺下啦不要那麼懶 起來 我只要都比較大利他就會比較有興趣 你快去幫我去找我等一下 這邊很 來 OK 那我想這支vlog應該就在這裡結束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